位于印第安纳州北部的费利蒙小镇居民 长期以来仰来太阳来温暖土地 并吸引观光客 现在学家威廉·史蒂特表示 他们正指望着太阳为学校发电 过去几年来科技日新月异 更加高效节能 让学校们更能符合成本效益地获取太阳能 学区投资了300万美金用于太阳能项目 为小学、初中和高中教学楼 全面提供发电 竖牌3000到4000个太阳能面板 坐落于这座初中后方 由学区拥有的2.5公顷农地上 学区必须以固定费率 向当地电力公司租领设施20年 但是设施总监金·魁克说 这些太阳能面板应当能使用40年 所以即便现在多一笔开销 学校最终能省钱 这笔支出大约等同于我们今日付的电费 未来20年期间 这笔费用不会增加 所以即使本地电力公司 明年表示要调涨电费 增加6% 但我们从现在开始起的20年内 支付的费用不变 20年后 太阳能设备的所有权完全归学区 而且因为太阳能面板 总是处于开启状态 魁克说到 非上课期间 通过存储未使用的电力 学区还能节省更多的钱 这些设施全年不休息 即便是满月 他们也会生产电力 全美12万5000所中小学里面 只有3%使用某种形式的太阳能 虽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有效地使用太阳能 非盈利研究机构 太阳能基金会 进行报告指出 美国7万2000所学校 能使用太阳能来节省开销 这些创新能使多数学校 在30年期间 平均省下约100万美金 实现太阳能供电对学校来说也有教育意义 让老师们有机会把科学 科技 工程和数学纳入课程 费利盟学区的所有三所学校会现场展示模组 让孩子们每天都能参观与学习 总共使用 以及节约了多少能源 我乐见社区和孩子们在40年之后说 40年前 他们创设了这个太阳能项目 真是做了一个超棒的决定 费利盟学区的新的太阳能场 将在夏季中旬前启动运行 美国之音 喜莱斯特 印第安娜州 费利盟报道